欢迎收看《云云云》秀 台铁明年一月公司化 28年动涨的票价 也将在明年三月提出调整方案 南港到板桥单趟 预估调整到38元以上 票价至少要调涨6成 哦 车票会变贵哦 台铁明年元旦公司化后 预估有1000多人优退 造成人力短缺 公司化挂牌后 第一个将要面对的 可能就是运务人员春节休假 和人力不足的问题 过年没有火车搭啊 台铁便当价格 在万物起涨之下都不敢涨价 明年一月公司化 他们便当可以就内容 还有这个价格稍微调整一下 什么台铁便当不能涨价 哎 这一集A的主题是台铁便当的副业 台湾铁路 台铁在2024年1月 也就是现在已经正式公司化了 早在20年前 2003年 行政院就已经决定台铁需要公司化 但一直都没有什么进展 直到2018年 发生了普悠玛事件 因为ATP保护系统失灵 火车失速出轨 造成18人死亡 以及2021年发生了泰鲁格事件 工程车翻读到铁轨 导致火车撞击出轨 造成49人死亡 由于台铁就跟男人一样烂 没几年就出轨 2021年 蔡英文总统出面 强调台铁必须改革 势在必行 要解决台铁的安全 组织文化和财务问题 此时公司化草案 才正式通过 我们先来搞清楚 什么是公司化好了 公司化之后 又会有什么转变呢 这一集的A 我们找的专家访问 他就是台铁产业工会秘书长 朱志宇 朱秘书长你好 第一个我们要怎么区别公司化 就是 他就会从一个政府机关 变成一家公司 比如说像这个中华电信 中钢这种 我们以为他是 跟政府关系很靠近的 可是你只要买到他的股票 他就会是民营化的 但如果是公司化的话 表示他的股票是不会释出来 那所以由政府 独资或是由政府 大量持股的这个 这一间公司 我们就叫他公司化 其实远在公司化之前 台铁每次一出问题 都很积极力求改革 不过也许是因为 台铁的历史高达了137年 他们每次改革的方式 都很传统 台北车站改风水 不是第一次 早在94年 003担任交通部长期间 台铁就找来当时的 总统府顾问 魂缘禅师指点 花了百万元 将南尔门大门 后移6公尺改运 我发现 这个门 就不合法 不合大宇宙平衡的法则 大宇宙平衡法则 这个禅师是谁啊 台湾奇异博士吗 那我建议台北车站 全部改这种门 台铁为了迎合传统习俗 不只改大门 还加了一个平常我们很难看见的东西 同志高点望向台北车站 最引人注意的 则是靠近市民大道的那头 在水塔之间 摆放了一个大大的万字 这是局长范子谷刚上任时 找人摆设 一出手就是万字阵 万字在宗教上 是什么意义呢 我们来看看圣言法师的解说 印度的一个大的神 叫做皮修罗 皮修罗身胸前的胸毛 就是这么一个万字的样子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无限 时间是寻回的 而空间也是寻回的 难怪我每次去台北车站 也是不停地在里头寻回迷路 不过台铁在风水上努力 也不是没有成效 近年来真的遇水则发 高雄车站砸重金200亿元新建 下雨天就漏水 新建人员不断拖地 人骑到基层小水滩 月台也漏水 三块座站 逃生梯变城 小瀑布 古山站 首幅地汇集成流 这叫乘客怎么搭 手不定都是水怎么搭啊 啊 滑水道 台铁内部有很多问题 最让人诟病的 就是罔顾员工权益 用吸尘器随手吸一吸 Oh my God 满满满的灰尘跟垃圾 怎么会这么脏 这里居然是台铁的车长宿舍 宿舍每个床位 一天最多有八个人在这边休息睡觉 居然长达三个礼拜才会将棉被床单通通换洗 而且部分的宿舍相当老旧 男女合宿时还得共用卫浴 女生洗澡男生上厕所 同时进行分外尴尬 旧嘛 找新闻照片的时候 我们还看到台铁的宿舍门口破了一个大洞 导致台铁员工常常一出门就跌倒爬不起来 啊 找到雾点的原因了 说到雾点 台铁为了避免车长睡过头 真的花了很多力气 比如说 在宿舍床上 加装一个充气装置 设定时间到 床上的气囊会自动充气 强迫驾驶员起床 整套特殊唤醒装置 靠中控电脑设定起床时间 还有空气帮普充气 台铁靠这招 确保司机员不会睡过头 忘记开车 这种起床充气 真的很让人有起床气 台铁对列车长的态度 就是不让你睡 除了在床上加充气唤醒装置 驾驶室也有防止打瞌睡的设计 列车驾驶室则有警醒装置 听到声音 司机员就要踩脚下的踏板 警醒装置会自动计时 每60秒响一次 司机员如果没踩 或是一直踩着不放 就会再发出警告音 甚至自动停车 这套系统的目的 是要确认司机员 开车时的精神状态 虽然这个防范驾驶员 打瞌睡的装置 利益良善 但也不经想 没有更好的方式吗 明明有些驾驶室 你们都有配备 淋浴花灑啊 哇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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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那些台鐵糟糕的乘客 我今天有一個鞠康就躺在那 再怎麼安撫他 他就還是大吵大鬧 有這樣的人啊 或者是一定要買票進去 然後把我們的戰務員打到送醫院 一個阿伯一打三 還打贏了 然後拿香拜拜啊 或者是拿便當去丟這個 這個戰務人員 這些都會發生啊 喝醉 打人 上香可以忍 但是丟台灣之光的台鐵便當 缺德 面對一大堆奇怪行為的旅客 來猜猜看台鐵怎麼因應 他們發給員工紓壓小物 收到台鐵發放的紓壓放鬆手環 員工嘖嘖稱奇 另外還有這款桌上行拳擊 這幾天陸續發到台鐵北中南 五個運務段 萬一遇上非理性旅客 員工可以藉由小物來紓壓 遇到非理性旅客 竟然不是加強旅客管制 而是叫你去打打拳 輸紓壓 哇 這個自強號的全名 應該是員工自立自強號 還是說台鐵其實想要效法子彈列車 把戰務人員培養成拳擊手 哦 也不意外啦 因為台鐵很常出現運動國手 就在上禮拜又有一個 他不做好啊 然後在那邊做 頭尾巴做的 我說我是國家代表隊可以嗎 小姐 國家代表隊有什麼丟臉的國家代表隊嗎 誰丟臉是你自己丟臉籃 好兇的素籃 而且他丟臉的並不是拍攝者這個角度 是窗外民眾看到的角度吧 誰說台灣沒有除妝女啦 台鐵排班模式很血汗 大部分員工都要輪三班制 工作12小時 休息24小時 而且日班 夜班 休息連著排 員工都叫苦連天 但公司化之後員工待遇會變好嗎 對於員工來說 其實並沒有變得更好 在整個台鐵 從一個國家完全去支持 所有的這個支出 變成是由公司財富自己支應的時候 大家就會擔心說 比如說維修人員就擔心說 那我以後會不會叫不到維修的物料 現場的戰務人員就會想說 那會不會我退休 或我同事離開了之後欲缺不補 那我在工作現場我就會更累 所以對他們來說 整個前途是非常不明朗 所以才會導致說 像現在已經離掛牌不到半個月了 大概有一千多人員工已經準備要離開了 一千多人離開 時代列將覺得欣慰 其實遙想當年 進台鐵工作 是許多小孩子的夢想 比較喜歡坐開火車的那個司機 因為他之前的夢想就是想要長大開火車 今天當列車長的心情大 很好 這是12年前的新聞 我們上網找到了這個小孩 長大之後的影片 我從小就希望當列車長 可能是受限於採購法 台鐵最匪夷所思的行為 就是採購的車廂 都來自不同國家 型號系統不一樣 沒有辦法安裝一個統一的駕駛系統 長年以來台鐵車種太過混亂 電電車來自英國 義大利 南非 普悠瑪 泰魯格來自日本 沒有規格化 造成開舊式的駕駛 不會開新式車 實際觀察 有時候排隊線跟車門 可能差距一公尺以上 經驗比較不足的話 太早煞車啊 會煞到太前面 我位置對不到 只能說 好險沒有採購到韓國製造的列車 軟體不一樣 還可以想辦法學 硬體規格不一樣 就沒有救了 2012年 普悠瑪號首度試車 因為車寬太胖了 卡在月台 台鐵只好緊急敲掉五個月台 還好普悠瑪不是柯文哲的宣傳車 每次討論到台鐵出包的時候 就會有人說 都要怪罪在台鐵的組織文化不好 台鐵的組織文化 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我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今年有發生一個 狀況就是 司機開車的時候發現 他們有一個系統 壞了 他就呼叫這個 他們裡面的長官講說 這依照流程 那這台車不能開 我們是不是要 應該要換個車頭 但因為換車頭或者是 我要再調路車輛 這會浪費時間 那列車就會誤點 所以長官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你有什麼不能圓融一點 跳過這個流程 然後你就直接把車開走 他提到的這個安全的流程 其實是在這個普悠瑪格太魯閣 兩次事故裡面 新訂出來的一個流程 那對於這個員工來講 我遵守這個規則也不是 我不遵守這個規則也不是 到頭來的受難了 還是基層的時候 我想這應該是個很明顯 組織文化的一個 一個有問題的一個展現 明明規則寫清楚了 但上位者就是不遵守 這就是組織文化 你也可以說 這就是台灣 普悠瑪事件和太魯閣事件 就是組織文化缺陷 造成的重大意外 平常不照SOP 出事了就花錢亡羊補牢 導致台鐵一直在賠錢 根據報導 台鐵每年會虧損幾十億元 2022年為止 累積負債已經超過了四千億 不過公平一點來說 台鐵會賠這麼多錢 其實有部分原因是 不考量獲利的公益性質 比如說台鐵有販賣 禁老愛心票 平均每年需要補貼的價差 高達了十億元 或是為了要服務偏鄉 旅客很少的小車站 每年成本就要花上大約十二億 另外 這幾年政府為了都市計劃 大力推行的鐵路高價化 和鐵路地下化 這些政策對台鐵來說 沒有辦法多收車票錢 可是立體化和地下化車站 維護金額卻是原本的好幾倍 好險 雖然台鐵一直虧損 但政府態度是大傻幣 要錢給錢 要人給人 要改就改 我希望台鐵有好將來 是不是好久沒有看到 這麼阿薩利的政府了吧 現在政府都要拆不拆 要合不合 要遲不遲 但是這場活動過不久後 蘇貞昌好像生氣了 我在講話不要讓南美動 好不好 各位同仁 你請南美回座好不好 不要為了等一下 亂了這一下 這就是台鐵的秩序 台鐵秩序才不只等一下 行政院在2005年給了台鐵4800多億預算 到了2015年又編列了5000億 你知道台灣一整年的總預算也才兩兆嗎 相當於四分之一的錢都花在火車上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 台鐵把這些錢都花去哪了 2019年台鐵花了10億元 做了一個購票APP 鐵路訂票非常不方便 鐵路就是說我要花10億元 你做了一個台鐵一定通2019 結果你只有得到2.3顆星 對 你花這麼多錢 你做的品質這麼差 正式上路的時候咧 大家罵死了 因為訂訂不到 結果訂訂不到 或者是說整個搭檔心 很不方便的時候咧 我們台鐵人也是說什麼 欸 搶票也是一種好玩的這個狀況 哇我學到了 以後觀眾買不到票 我就會講說 搶票也是一種好玩的狀況 而且2.3顆星真的超級爛的 連Apple地圖 這麼難用的APP都有2.8顆星耶 這個台鐵一定通 搶票搶不到 你搶到票還會自動被退掉 家住花蓮的柯先生 投訴台鐵訂票系統 因為手機更新後 訂好的5張電子票通通不見 必須重新買票 我說我沒有動他 他說不用考慮 一定是你把它刪掉了 我說你們上面沒有任何的刪除件 平空被消失 台鐵車票是得到嚴家嗎 台鐵實施公司化之後 主要目的是解決兩件事情 第一從根本上改變組織文化 我們由上而下的改變 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的局長就會是我們未來的董事長 然後我們的副局長 就是未來的總經理跟副總經理 那請問一下 這個腦袋會因為公司要掛牌 換了一個新的腦袋嗎 看起來也不太可能 所以這個組織文化到底會不會因此而改變 除非這些人可以講說 他掛牌之後就洗心革面了 那我們就會問他說 那你掛牌錢為什麼不洗心革面 啊 官場文化啦 都是一樣的人在換職位 局長想當董事長 董事長想當副總統 副總統想當總統 總統想當皮卡丘 好 OK 所以台鐵的組織文化照樣堪憂 那第二個問題 財務呢 因為台鐵算是政府機關 財產運用上受到很多法規限制 但公司化之後 有很多在都市精華區的土地 應該可以出租或做其他商業用途吧 絕對好賺吧 雖然你已經成為公司了 但是你的股東還是政府 他就會基於一個交通平權 所以為什麼台鐵公司化之後 理論上我成為一間公司 賠錢的東西通通都不要 賺錢的東西我一律投資 但是他們有做這件事 因為他們還是想表現一副 我還是基於一個服務民眾的這個心態 來去幫助大家 每個月大概只有幾十個人上下車的站 我還是會維持 我還是要運作 我還是會放個員工在那邊 然後在我們的觀察裡面 你越去配合政府的政策 你的虧損就會越嚴重 唉沒有辦法 要嘛做公益 要嘛引力 台鐵只能選一邊 沒有人可以靠公益來賺錢 黑人例外 好看來公司化之後 台鐵無法冷血的拋下公益性質的建設 既然無法節流 那只剩下開源了 想辦法自己賺錢囉 好吧 來想想看怎麼賺錢好了 我身為一個表演者嘛 我身為一個表演者嘛 不如就在車廂內表演笑話 唱歌 變魔術 唉 已經有了 列車長用完票碰上乘客 起哄要求表演 沒想到他立刻變身成魔術師 搓一下 出來 憑空變出零錢 乘客們好驚喜 但也有眼尖的人看出破綻 這樣吐槽 他假的在跟他夾著呢 所以呢 沒想到我會 那個我握個手掌 不能當場 過錢 其實台鐵也推出不少的觀光活動 例如說 Hello Kitty車廂 迪士尼車廂 或是這幾年最紅的明日號 可是效益都不好 因為民眾自己租車廂 自己辦活動 都玩得比較high 火車趴參加者 多是高學歷 30歲以下的年輕人 多數未有過群交經驗 他們興致勃勃 身體卻不聽使喚 絕大多數都是軟軟的 很長的 對他們這樣 他不習慣 我真的 幾乎沒有看到說 你先你先你先 然後我就 啊 我不行了 下來這樣 你們都是醜男嗎 你先你先你先 台灣人在火車上性愛 也會禮讓不愛坐 這個新聞發生之後 許多人會覺得說 哎喲 你租給性愛趴好髒喔 以後誰還敢搭火車啊 欸 不要忘了 台鐵車廂洗得很乾淨喔 抽風口大量漏水 民眾手拉著吊環 不停往上看一臉驚嚇 車廂竟然下起雨來 人家火車有炎柱 我們家火車有水柱 總而言之 台鐵的問題很多 公司化不見得能一時解決 但至少今年我們確定踏出了這一步 我們還是願意抱持著期待 未來會慢慢改進啦 身為消費者的我們 當然希望票價可以不要漲太多 或是維持現有價格 所以當務之急 就是要想辦法 幫台鐵找到新的賺錢方式 所以我想到一個賺錢方式了 絕對能發大財 各位觀眾 就是來設立賭場車槍 賭場最大的爭議 就是不要設在我家附近 會教壞我家小孩 也就是零幣效應 但台鐵列車一直在環島耶 賭場在新竹 下一秒 跑到苗栗了 你完美解決賭場 是個賢物設施的問題 讓台鐵設立賭博車廂 台鐵自己當莊 一定可以賺盡非常可觀的收入 不要說漲票價了 未來甚至可以全面開放 免費搭乘 看到了嗎 台鐵 賭場車廂就是唯一解方 性感核觀 車上發牌 跑在鐵之路上 所以TD最大 車發出去 錢收進來 台鐵發大財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我是國家代表隊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是國家代表隊 等一下 再來 我是國家代表隊 反丟一點 我是國家代表隊 好不好 胖清晨 千萬百分 鬧口夜會絕子絕尊 沒有 金門的啦 不然我現在驕傲得172 對不對 18人 你們知道這些都是開玩笑的吧 不用假屌 狠甩我的老公 我這輩子都不會是黃浩平 我被我們解釋給你們聽 好可愛呀 噳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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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輩子都會遇到 k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